歡迎觀眾朋友 繼續來關心細心新聞 來看到這很恐怖的事情 新港鏘有一項民體便所買湯來 七號晚上美一條飯糞淺 發言的路動叫台邊的燈檔 他還說一項目以為是 炒雞毛 春手 抓爪尾 出來的時候要把爪抓出買湯 消防員告訴一項發言是飯糞淺 經過的灌醋 灌燒水上方式 用一點斤再把美在買湯的飯糞淺出 好家在處處在抓爪的時候 沒繞加到 如果沒有效果是不吸收 最近一項小段的獨爪飯糞淺 青蛇比消防員用夾肉夾雷 看起來很難 真想要遇到 這消防員在新港的一項民體力便所 買湯的白水共所抓到 灌熱水讓它整個水溫提高 那蛇溫度高 它受不了它 身體就會開始洞會出來 我們就趁這個機會把它夾出來這樣子 消防令官表示 同早發言爪是6歲的路動 那種可以的飯糞淺 灌醉是大便 他叫阿公來看 70多歲阿公灌醉是臭臭肉 用手抓爪 是好家在沒有比加到 要把它抓出來 以為是沒有毒的 到來我們去這樣夾出來之後 才發現是有毒 而且還蠻大條的眼睛 阿公有沒有嚇一跳 還有嚇一跳 他孫女去上廁所 他可能剛開始當作大便 只是發現說那個大便怎麼會一直動 然後叫阿公進去看 阿公看到之後以為是臭臭肉 所以他伸手下去抓 跟他搏鬥了一陣子之後 那個蛇就跑進去管路裡面 所以就剩下一個頭在裡面 就像那個米丘一樣 就探個頭出來在那邊看看 小鳳令官開賣50分錢 這將米仔賣通白水港的飯吃清熱出來 小鳳管 何建源表示 新港地区來會帶他飯吃清為多 明明地区是以後三十為多 第幾個地区是以清竹私為多 新港小鳳分隊分隊長陳清明表示 現在夏天也停下來後 是帶在外東的翁軌 爪會帶著米仔 主機比較鮮涼的本壽 那是民眾對著爪 不能撤驚 想辦法犯罪他的行動 並保證小鳳當尾兩爪 謝謝孔雍鴻鴻 蔡鳳不得